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不能跟一个精神病计较 听见没有 你妈也是 肯定跟人家小嫂说难听话了 就算我妈说的不对 她也不能砍人 那砍了还不是白砍 她一个精神病 她又不懂事 我告诉你们 你们赶不过回去 你们都走 这事叫给派出所处理 走走走 砍人就是不对 是不对 没说他对 也没说他行 走 这事我来处理 走 我告诉你们 谁要动他一手之动 就是犯法 走走走 走 走吧 你等着 等着什么呀 一个精神病 你们跟他一样干嘛 走 拾起来 拾起来 把棍子拾起来 干嘛呢 往哪砸呢 往哪敲呢 走走走 我说你们七八个大小伙子 欺负一个精神病小姑娘 你们也不像寒碜 走回家 没人啊 你爸不在家 怎么着 你爸不在家是吧 哪也别去啊 在家待着 我去找你爸去 嗯 我说老陆 你好 你好 里头 老陆啊 又麻烦你把小草 送回家去了 我跟你说 我找到牌室所找过 老陆你别给我洗皮笑脸的 嗯 我跟你说 小草砍人了 你知道不知道 嗨 有什么呀 大不了就砍他一刀呗 以后不到他那吃羊串 不就完了吗 我跟你说 你别耍这种流氓腔调啊 小草有病 你不管他 放任他整天在外边瞎跑 他砍了人得负责 哎 让他告气 咱哥俩回去喝点酒去 我跟你说 这事你得认真对待 能赔点钱就赔点钱 不能赔点钱 你跟人说几句好话 都是街坊 你耍什么亨啊 得了 我这就给人道个天 行不行 行 那明天一走 你去趟派出所啊 别犯婚啊 哎呦里头 你好 爸 干什么呢 那个什么 你 你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拿什么呢 我拿我的存折 把东西放回去 这是我的 放回去 你看这写李小事 不管是谁的 放回去 你妈呢 买菜去了 爸 爸 您放下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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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回来了 我爸在里头呢 回来了 回来得这么早你 我去买了点菜回来 累死了 是不是 你们娘俩 不希望我回来啊 谁说的 谁说的 这是干嘛呢 干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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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地下工作 这是干嘛呢 你看看 我告诉你 孙雪娥 还有李小山 李小山 我告诉你 我不同意 我说你这么大个人了 怎么跟孩子似的 说一出就一出啊 他爸 来来 你坐了 孩子的事 你让他自己做主 好不好 除非他不要我这个爸 李东 李东 有人住在家里 李东快出来 要人家 我送来了 你帮忙了吗 您帮忙了 你帮忙了 你帮忙了 怎么了这事 我还正想去看看你 行了行了 快把我放下 让李东看看我这伤 就是 我说龙宋啊 你们这是给我摆一个 什么证实 我妈挨着一刀 咱得有个说法 是啊 现在活也干不了了 钱也不能赚了 这损失我们找谁 去陪去 找我陪是不是 胖 我不干脆都跟你们说了吗 我说吧 九平 不是我跟你摆证实 他这次砍了我一刀 您不管 那他下次要砍死我 你还管不管呢 谁说 你来干嘛呀 你别来签了行不行啊 喂 怎么了 回去回去 等这事处理完了 我还来找你呢 李东 我们不是给你添麻烦 我们懂法 小胖 你懂法 你跑来找我干嘛呀 我就是小胖子 他露小子 把我妈给砍了 这事您处理不处理呢 处理啊 我一定严肃处理啊 把你妈抬走 别受疯了 我已经跟老陆说了 明儿上午到派出所来处理 你们家也来 怎么着 都是街坊 有什么看不开的呀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 陆小胖神这儿都没有 他已经神病 你跟他过不去干嘛 焦劲是不是 那好 咱们现在就去派出所 就去派出所解决 你们先走 我后边跟着啊 走走走走 看哪儿去 回家 明儿去派出所解决 今儿不闹了 行 走吧 走吧 走走走 快走 快点啊 看着脚底下 别干嘛 这疯子怎么了 别干嘛 快点 走 我说干什么呢 我说你们干什么呢 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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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造反了 是不是 干嘛呀 想造反了 是不是 干什么呢 你 你干什么 妈 没事 没事 沙 你说你上深圳去干什么呀 你去深圳个人里头 你在北京也是个人家里头 深圳这几年发展的 不比北京快 小山从小到大 没离开过家门 我知道 小山你再好好想想 想好了 那也不行 他都是大人了 大人了也不行 他怎么的也是个孩子 他凭什么不丢我的 他连命都是我给的 李东 李东 你凭什么 让他去打我们家小草 什么 我什么时候叫他们去打你们家小草了 叫我出门买菜那一会儿功夫 瞧把孩子打的 鼻青脸都能灌 哎呦 哎呦 孩子 这谁给打的呀 疼不疼啊 哎呀 谁把孩子给打成这样 来来来 来来 别动别动别动 叫阿姨给你洗 叫阿姨给你洗脏 叫阿姨给你洗 来来来 老陆 你坐 阿姨一会儿给你拿来 李东 他们说你不管 他们胡说八道 我什么时候说不管了 我跟他们说的那个话 就像跟你说的话是一样的 明儿一大早去派出所解决 就他们那副德行 我们家小草还能活到明天早上吗 我跟你讲李东 今儿打了不能白打 您得给我一句话 要不今儿我们俩就不走了 老陆 今儿我就给你个明白话 他们打小草是不对的 明儿一大早你去派出所解决 你今儿现在回家 谁要动小草一手指头 我把它举起来行不行 李东 我问你 就他那副德行 小草砍他 对不对 老陆 你不能不讲理吧 哪能说孩子砍人是对的呀 小草精神有问题 我不追究责任就是了 你不能说孩子砍人是对的吧 得 得 我听明白了 我听明白了 您还是怪我们家小草是不是 您向着他们 得里头 就怎么着了 傻孩子你还吃什么呀你啊 咱在这待着让人瞧不起 知都不知道 走 老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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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别吓着孩子 走 老陆 我说你别吓着孩子 快 老陆 你今儿不许闹 有事明日早上去派出所解决 下草 我要让你早上去派出 你看 我这喝点白的把你让喝 就喝这个跟喝漱口水似的 没字没法的 给我碗 刚说哪了 你不是说 让他们什么 明天到所里去解决吗 不对 想起来了 我是说呀 深圳就是不如北京好 吃饭吃饭吧 你看啊 我从部队下来那会儿吧 上面号召去建设深圳 那时候我觉得没逼到那份上 是不是 没逼到那份上 你说我上那干嘛去 在这儿啊 周围的人我全都认识 这是咱自己的地儿 你说上那儿去 连个说话我都听不懂 你说我上那干嘛去 这太咸了 那还是别打岔我告诉你 你给我别打岔 小山 我养了你这么些年 你妹妹都出嫁了 我再养你这么些年 都没问题 你只要别走 我不是那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 是不是不去了 是不是不去了 他才不是赶时间呢 他是怕被人打啊 地头 地头 啊 马上 快站住 怎么了 地头 出事了 什么事 老路拿着枪 在索阿姨家闹着呢 等我一下 我马上就来啊 站住 快开车 快点 有点紧急事我去处理一下 那你晚上回来吗 我当然回来啊 走 头里走 好 胡说 那你晚上回来 老爸 我的妈 им 员 你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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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l me 你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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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病毒 你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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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上车 上车 走 走 走 赶快上车 去派着左姐姐 走 走 上车 上车去派着左姐姐 上车吧你 上车 上车 把老陆带那儿过去 你这么欺负人呢吗 我们过儿滑火的 行了 别哭了 我们商量商量 怎么处理 坐一会儿 你先在这儿等会儿 枪呢 这枪啊 倒是真枪 我看看 老陆这人吧 原来是武装部的枪械员 转业的时候留下的这东西 你说这这一件事刚解决 这别的事又来了 这枪也没撞针 它身上有子弹吗 这种枪啊 你可这满北京找 也找不出一颗子弹来 这还是二战时候 留下的玩意儿呢 他也就是拿着 吓不吓我人玩 我说老陆这人有毛病 脑子 叫他交私枪 他不交 拿着个枪 满世界的去抖了 持私枪 你去盯着老陆 你把老宋给我叫进去 好嘞 来 来 你们俩进来 小金娘 李头儿啊 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 欺负我们娘儿来啊 走吧 慢走 甭哭了 没有我们活着 行了行了 把事儿 从都这边说说 李头儿 我先跟你说吧 最早啊 是鲁条草拿刀砍我妈 是吧 她得赔这医药费吧 哎 接着她爸用枪 顶我妈脑袋 虽然没开枪 她给我妈吓了半死 她得赔那精神损失费吧 弄得我妈 烤不了羊腿了 她得赔物工费吧 把我们家终于把这全砸了 她得赔我们家物资损失费吧 我跟您说 这家烧哪样 我都跟她没完 哼 还敢打我妈了 没天理了 我还告她持枪伤人 我还告她四川民宅 最少也得判她七年 我告诉你小胖 说话归说话 别老冲着我拿个手指都知道 这不礼貌 我比你爸岁数都大 听见没有 咱话从头说起 鹿小丑拿刀砍你 为什么砍你 他神经病 谁知道为什么 别打断我话头 我问你什么你说什么 我跟你说 老宋 你们是不是讽刺人家了 咱今天是解决问题 咱不是诉苦会 你是不是说人家小丑他爸 跟他的智商加起来 等于负九十九 说了没有 我 我没说 别不承认啊 老宋 你要是说一句假话 这问题就不好解决了 就算我妈讽刺她 她也不能砍人呢 我说小胖 陆小草砍人 那是不负法律责任的 她要是砍了我 我都没脾气 她一精神病 你招她干嘛 你别哭别哭 你听我说 你接着听我说 你说老陆 为什么拿枪指指你 你把人家小姑娘打了 把一个精神病小姑娘打得鼻青脸肿 我说你们也真能下得去手 我不是我 你别别别你听我说 你别把手指指唆唆的 我还没说完听我说 我理解你们的心情 心情归心情理归理 对不对 老宋 你们家小胖没精神病吧 还是啊 小胖没精神病 把人家孩子打了 他就得负法律责任 得赔人家医药费 精神损失费 要把他精神病打狠了 要住院 他还得赔偿住院费 你不就是想叫人家拿俩钱吗 人家给你来个一乘十 叫你拿十倍的钱 拿的更多 拿不拿 老陆他不要脸 我还白受他们爷儿俩欺负了我 别闹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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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慢慢说 咱们别闹情绪啊 你说今天下午 你上我家的时候 我是怎么跟你说的 我说明儿 咱们去派制所解决 你不听 你把人家孩子打了 烙些话伴了 有理也变没理了 我们就是不要钱 我们也厌不压这口气 就是 他姓陆了 他那枪是假的 知道不知道 假的 他哪来真枪啊 你说 你说 你说我就让你解气 我把他关几天 几天以后还不得把他放了 我说小胖 你说你忍心不忍心啊 就算我把老陆 关上十五天 你说他那精神病小姑娘 谁来管 你这也是当妈的 对不对 嗯 咱都是街坏 嗯 我跟你说真话啊 老陆这人 我是一点都不喜欢他 嗯 喜欢不喜欢的是另一说 对不对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怎么不能调解了 我跟你说 你们要是认死理 这事我可就不管了啊 那他们就什么责任都没有 我跟你说小胖 你要是拿水枪去吓唬人 你说我能追究你的法律责任吗 老宋 你是明白人 你好好想想 我这就去找老陆谈谈 嗯 呀 你 我说老陆啊 你有脑子 没脑子呀 啊 想蹲大鱼了 peoples啊 你拿这个枪冲着人家比划 我问你 小草你找好人去照顾了吗 我告诉你老陆 拘留所一会来人带你 叫你蹲个十年八年打狱 想好了没有 厉腾 你得帮我呀 我少帮你了吗老陆 我跟你说实话吧 那枪是我转业的时候 私藏下来的 没撞针没死蛋 实际上就是一个大玩具呀 我说老陆啊老陆啊 我们叫你叫私枪 你给我们耍拼嘴 还嬉皮笑脸 拿这个枪去笑话 人家孤儿刮母 我是怎么跟你说的 我说有什么事 你来派出所解决 你不听 把人家孩子吓得够呛 你们家孩子是金戈的 人家孩子就不是人养的呀 我当时没想那么多 我给人家赔不是 要不然我赔钱也行啊 晚了 要是我进了大狱 那我们家孩子该怎么办呢 老陆啊 还有一条路不知道你走不走 我走 手里还有枪吗 我还有点 我还有点零件 都是我自己攒下来的 行那好 这样啊 等一会儿 我们去你家 把那些零件拿来 也算是你立功赎罪 我可跟你说 老罗 我可一点都不喜欢你 你也是个当兵的出身 那做起事的 就跟个流氓似的跟你说 你说你这么大个人 有一身子力气 一天到晚在家里混 混吃闷睡 你就浪费生命吧 你就 我可一点都不同情你 我告诉你 我可怜小丑那孩子 老罗 我去 跟老宋他们家说说去 人家要是不追究了 你可得记着人家的好啊 我记得 我记得 好 老宋 那就这样好吗 好 里头 怎么着老宋 李李又跟你们聊了一会儿 坐坐坐 怎么着 九瓶啊 打算怎么解决 九瓶 说吧 反正我们娘俩吧 也是受人欺负 我们的错呢 我们自个认了 您就看着解决吧 胖儿 李叔 就一事 这次我们扶了软 下次小子再看我妈怎么办 咱都一条胡同呢 别整天到晚提心跳胆了呀 我跟你说 这事由派出所解决 以后不会再出事了 你看啊 咱今儿把问题掰开了揉碎了 说明白了 对不对 谁在闹 我可就追究谁的责任了 行不行 好 不认为你妈回家吧 行 我跟你说啊 小心点 别我磕着碰着 小心破伤风 没事 就一点皮肉伤 下午抬着上我们家的时候 我还以为疯了二十八九针呢 李桃儿您真是的 那我们走了 您费心了 走 李桃儿您费心了 慢点啊 我说胖儿 回去可别再闹了啊 您放心吧没事 好 都好 麻烦你阿姨说 好 再见啊 再见 再见 走 走吧 去你们家 走 走 李丽丽啊 把我的帽子给我拿来 哎 你看 东西都搁哪了 创底的 小孙 就这些 我要是再留一点 我就不是人养的 阿董 老陆啊 哎 我可是跟老宋说了 说你的枪是假的 啊 咱哪说哪了啊 明儿 去给老宋道个歉 啊 怎么骂你 都得听着 哎 我这是为你好啊 哎 李桃儿 你对我这么好 我怎么感激你啊 甭谢我 赶快把孩子送医院去 给孩子治病 我现在正攒钱呢 还差一部分 我就是不吃不喝攒齐了 我要把孩子送医院去 我跟你说啊 别在家闲着 找点活盖 别浪费了这身力气 啊 别真跟辛巴奇似的啊 真成了混混的 走了 别送啊 你听说你歌了吗 我这不是 anh认识的吗 我也听见了你 照片 我们的今年 liber学 什么 这课计的 靠近 深層的时候 有没有 到现在 我 我 肯定 说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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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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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